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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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他带队时 重庆思维虽然战绩不佳 但确实还没有跌入过降级区 而如今再连续换率的折腾 之后思维已经排名到二 距离深前的河南建业已经有两分的差距 暴击形势异常严峻 可以说思维对这次换率确实堪称彻底的失败 至于保罗本拖吐槽的中国球员不如韩国球员职业 这从两国国家对实力差距 便可以清晰反映出 俗话说 忠言逆而立于行 虽然本拖在中朝经历执教不算成功 我们还是大度的祝福他能在韩国展现自己的真实水准 证明自己世界名帅的称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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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